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伤悲 不要急切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逝去的终会成为最温暖的怀恋 球们好 我是爱与客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看球 这周师兄看到了一场角度非常好的混双低四角比赛 来自2019年亚洲羽毛球混合团体紧的赛 场上身穿 红色球衣的是代表香港队的跨国组合 蓝队员是马来西亚级自由球员麦喜俊 红衣旅是周凯华 蓝衣是日本一混杜边勇大和东野有杀 这一期我们主要围绕多拍对抗中的转折点 来看混双比赛的走势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案例一开局 麦软压中路 杜边分对角过渡 周软推直线 杜边回凑 周回挡 杜边再次分对角 麦上网回放做球 由此比赛的第一个大的转折点出现 日本组合起球 香港组合进攻 打出一个后杀前锋 就在对对手形成压迫时 第二个转折点出现 杜边接风快速顶出 直线过顶球 周转身不位 回球不到位 被东野杀死 这个回合第一个转折之前 双方的重点都在争夺往前 这里展示出了杜边的软处理特色 对角线路的分球非常熟练 香港组合则是成功利用双压 争取到往前的主动权 但也埋下了一个隐患 麦上网做球后 形成了女后篮前的站位 周虽然强杀中路 还是打到了杜边的防区范围以内 杜边接杀顶出去的速度 不比周的杀球速度慢 麦封网再次把球打到了杜边防区 杜边同样回出了 不亚于麦封网速度的回球 这个速度直接造成向中路回动的周 回球被动 被东野鼓刀打死 这两排防守体现出了杜边硬的一面 在被动局面的情况下还能加速 而香港组合则犯了一个错误 两排加速都没能追到旅队员 反而被杜边出手划解 按第二 一开局 杜边软压 麦抛高对角 这里第一个小转折出现 这排虽然是起球 但成功把旅队员限制到后场 接下来 东野杀球追周 周回挡 杜边利用这排过渡球快分对角 第二个小转折出现 接着这排对角球 日本组合完成轮转 从女后男前转化为更加合理的女前男后 比赛进入攻防 杜边又杀周又杀麦 麦试图通过接杀转进往摆脱出去 东野往前逼得很紧 周接扑回挡 双方开始在往前纠缠 日本组合相对占优 因为拿点偏高 香港组合多下手的摆脱 乱战中 周接推勉强抛高 第三个小转折出现 东野难掉失误 这个回合虽然是香港组合拿分 但整个局面还是在日本组合的掌控中 对比案例一 同样是旅队员被调到后场 日本组合通过一拍杀旅队员 一拍转对角控当 成功的化解了这种 女后男前的局面 比赛进入攻防 香港组合还是防得不错 也做出了正确的努力方向 通过接杀球把战火引向往前 往前的东野同样很活跃 左接右挡 连续施压对手 香港组合一度被逼成 男前女后的不利局面 自知死地而后生 周高难度的反排抛高 东野乱中出错 难解失误 案例三 一开局 东野软压中路 迈分小对角 东野跟得很快 难回远往 迈不想起后场 做出一个小变化 软挑中半场 也是比赛的转折点 这个小变化 虽然降低了杜边的击球点 但限制不够 杜边向前一跃 发生了力 抽杀追周 周勉强回打 东野快风 快速交手中 迈有机会抽对角摆脱 但出球弧度角度速度都不够 杜边起跳蓝杀 第二次追周得分 这个回合 一开局 同样是着重往前的争夺 再次展现出 东野的活跃 拦截到迈的分球 导致第一个转折点出现 虽然迈动了一点小脑筋 没有常规的高挑后场 而是软挑中半场 相对降低了杜边的击球点 但杜边启动移动的速度非常快 在没拿到绝对高点的情况下 通过抽杀 一样打出了速度 追周形成后杀前锋 这里东野有一次打杆 降低了出球速度 这本是第二次转折的机会 迈有机会快抽对角 或者拨对角空档 但迈出球偏软 打回了杜边头顶 杜边第二次加速 成功突破了周的防守 这个回合 不管是速度 还是在击球点上 始终是日本队占优 赢球也是顺理成章 案例是一开局 双方即形成打平打快的对抗 杜边率先准对角 形成第一个转折点 迈抛高起球 比赛进入攻防 这一次迈通过防守 成功转出对角推球 比赛进入第二轮打平打快 迈通过挡进网 形成第二个转折点 杜边起球 香港组合形成后杀前锋 杜边回挡往前 周扑压失误 这个回合迈的防守不错 相比上个回合的转对角 这一次通过快推 成功的转出对角球 虽然没有让杜边非常被动 但至少限制住了杜边的杀球 让杜边不得已重杀变抽 给这个回合的第二次转折 埋下伏笔 港队虽然丢分 有点运气成分 周载往前的处理 不够坚决和细利 案例五 一开局 杜边通过揭发球的小变化 分出对角空档 第一个转折出现 迈起球 接下来 东野杀的不中 但打出一个三连击 成功冲底线轮转到往前 杜边后侧提速 周防的不错 迈抓过度球 软条中半场 东野捕为蓝杀 迈回党 这里 在师兄看来 本是第二次转折的机会 迈的软条中半场 已经起了限制作用 一四把球引导 向了相对攻击力薄弱的 旅队员手上 二四逼迫东野后仰击球 如果接杀能够不减速 顶出大对角 将是一次防反的好机会 可惜只是顺势挡进网 杜边捕得很快 继续做球 迈过度对角 这一次杜边也软条中半场 这一段比赛的态势 港队一度从被动局面 回到中性局面 接下来双方对筹 迈试图抛高变化 但没能过底 杜边难掉 迈起球 第二次大的转折出现 比赛从中性 回到日本队的进攻局面 杜边并不急于加速 而是调打结合 迈有一排接杀转对角的球 思路是对的 角度不够大 被东野拦截 周补卫同样软条中半场 杜边再次向前一跃 假杀真调 错开了周的节奏 破局得分 这个回合 整体上 港队的防守偏多 球路上试图拉开 拉开这个思路是对的 但速度不够 对于日本组合 尤其是启动移动 迅速的杜边 限制作用不够 第二点 港队很喜欢软条中半场 同样对于灵活的杜边 作用也不大 反而时常令自己陷入被动 要想破开日本这队组合 一定要在速度上下文章 要么你比他快 让日本队不能轻松 跟随你的节奏 要么你比他巧 通过精妙的球路 让他快不起来 我做不到比你快 但我要做到限制你的快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希望对喜欢打混双的球友 有所启发 上一期获奖的球迷 请看屏幕下方 本期我们继续送出五个VIP 感谢球友们支持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球友们在混双比赛中 对快的感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中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中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中文章